穿回过去 我找到那英手握十六条人命 在婚礼现场被一击毙命的女友 一次次阻止她行凶 后来她的刀底住了我的脖子 我大喊 别冲动 我是你老公 女友一正 手里的尖刀砸在地上 我的女友死了 英手握十六条人命 逃跑途中被警方一枪毙命 多么操蛋的死法 那天本是我向她求婚的日子 我在屋里铺满了红玫瑰 准备了红酒晚餐 气氛很好 她紧张得连手脚都无处安放 当我单膝跪地 许熙嫁给我吧 她一边流泪一边报警我 小声说 为什么那么晚才遇上我 我以为她是太感动了 刚想安慰几句 几个民警突然破门而入 而我那一向温柔 胆小到连鸡都不敢杀的女友 跟辩戏法一样 抽出一把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眼神冰冷 谁敢靠近一步 她必死 就这样 她裹挟着我夺落而逃 还抢了辆车一路狂奔 专业程度堪比007 就在我以为 她会带着我亡命天涯时 她在我们相遇的海边停下 她在我耳边喃喃滴雨 最后看了看我 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开 枪响了 一枚子弹正中她的心脏 后来在罢案的民警 口中得知 许熙就是个变态杀人魔 她的刀下亡魂包括 却不仅限于她的邻居 高中时候的班主任 同桌 勤工俭学师的公司主管 而我是与她往来密切 却还活着的唯一艺人 她的故事 被自媒体一度转成 各种猎奇故事 传遍了全国各地 所有人都说我命好 能在许熙这个 没有人性的女魔头手中 逃得幸运 可我却忘不了 在一起是她单纯的笑 看到电视里被虐待的孩子 她会哭得不能自理 她没有安全感 睡梦中都紧紧抱着我 生怕我会离开她 时不时的黯然神伤 还有临别时 她带着赴死的心 在我耳边那句 对不起 我爱你 这样的她 真的只是个恶魔 走到哪里 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再也无心工作 只得变卖公司回家休养 我开始精神恍惚 整夜的睡不着 脱发 每天要吃上成把的药物 才能入睡 可笑的是我一闭上眼睛 就看到无数个许熙围在我面前 有话都说不清楚 盘山学部的小许熙 有背着书包的许熙 有穿着婚纱的许熙 他们无一例外 看着我默默流泪 我撕心裂肺的吼他们 你还好意思哭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毁了那么多无辜的家庭 也毁了我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痛苦 许熙们的眼里 流出血色的泪珠 对不起 可我别无他法 神他马别无他法 那些人是把脖子凑在你刀上 让你杀的吗 气愤之余 我上前狠狠拉住 离我最近的那个许熙 欲骂醒他 忽然一阵天旋地转 我失去了知觉 林总 这是新晋员工的名单 秘书恭恭敬敬地 将名册递到我手里 然后我就看到了 摆放在最上面那份 简历照片上许熙羞色的笑脸 一向好脾气的我 果然大怒 直接把名册甩在秘书脸上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现在随便什么猫猫狗狗 都可以进我们公司吗 滚出去 老板对这次新招聘员工不满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公司 各部门领导人人自危 连夜重审每个新员工的履历 并提高了录用标准 最终踢出了一批 非全日之本科的求职者 才算作罢 我叹了口气 许熙 这样是不是就不会再遇上你了 是的 我穿越了 穿在了我和许熙相识的那里 当时许熙进了我们公司销售部 其实她没念过大学 并不符合录用要求 但是年轻肯上进 外形也好的有些过分 她自己描述是孤儿 17岁就出来打工 这几年做过不少工作 都尽职尽责 还在上业大 她的真诚 打动了所有考官 也打动了我 她得到了我们公司的试用机会 从此在公司走得最晚的是她 还抓紧一切机会 向老员工请教 好几次我在电梯里 遇到她都是叼着馒头 捧着专业书籍如计四可的学习 就这样 试用期满 她以部门销售业绩前三的好成绩 如愿留在了我们公司 再后来 我爱上了她 如果没有她因琐事 杀死部门主管 藏识在水泥灌 几年后才被发现的事 还挺美不是 不 即使她没有杀死主管 在这之前 她也杀害了她的邻居 老是等多人 请原谅我的自私 重来一次我 只想拯救我自己 让我现在就举报她 杀人越货 亲手把她送进去 我做不到 也没有证据 阻止许希进入公司 我和她就不会结下孽缘 也顺带就主管一命 别的 我真的管不了 也没能力管 相往于江湖 或许是我和许希最好的结局 可天不遂人怨 当天晚上 我就又撞见了许希 她在步行街的夜市 摆摊卖T恤 小姐姐这件真的很适合你爱 不是是吗 专柜大牌尾单 这里只要25块一件 25块 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真的不来两件吗 许希清纯的外表 和甜美的嗓音 确实吸引到了一些人 可生意还没做两笔 就冒出来几个 染着黄毛的混混 拉着许希说些 不三不四的话 一件才25 跟哥几个出去玩玩 我给你全包了 不去 你有生意不做的啊 哎 大家伙别过来了 这下不做生意了 混混们喊了几嗓子 刚刚还有点起色的小摊子 瞬间冷了下来 谁都不想惹事 再也没人敢靠近 眼见着许希给几个混混 拽住疾红了眼 我一个没忍住 就走了过去 拉拉扯扯干什么的 已经报警了啊 对 不卖了 我全要了 想打架 行啊 爷凤培 瞧着我撩起袖子 露出结实的肌肉 几个混混骂了几句就跑了 等我再反应过来 许希已经红着脸 站在我面前 谢 谢谢林总 我那个后悔啊 不是说了 跟他再也不见了 现在这算什么事啊 我只好冷着脸点点头 塞给他一把钞票 还扛走了那袋子 除了一瓶皮皮续 就帮帮他吧 就这一次 后面我们就乔归乔路归路 彼此交际圈不同 再没有见面的机会 然而我没想到 打脸来的这么快 不过一个晚上 我又看到了许希 她兴冲冲的 把我拦在公司大厅 林总您不是说 我把本事的乘用车 消费人群偏好分析做出来 就给我进公司 试用的机会吗 哦 我是说过 在我从未来穿过来之前 许希漂亮的大眼睛 布满了红血丝 却亮晶晶的 从手捧的那朵子 资料的厚度来看 明显是熬了一个痛宵 才做出来的 也许是众目睽睽之下 我无法说话不算话 也许是我不忍 对着许希充满稀奇的 大眼睛说过 总之 许希还是来上班了 不过为了避免上辈子 死在她手上的业务主管 和她接触 我安排她做了客服 并特意把她安排在 我办公室外的工位上 以便于监视她 许希很穷 上辈子 在来我们公司前 她到处打零工 晚上摆地摊 直到在我们公司转正 经济情况还有所好转 在我看来 她杀人心理变态是一方面 过于穷困的生活 可能也滋生了她的戾气 更何况摆地摊 她会接触到更多的人 要是发生口角 也许会激情作案 也说不定 我想了想 托秘书去找许希谈谈 让她一心一意在公司工作 不要忙别的兼职 公司会补贴她每月一千元 加上公司和住宿补贴的一千五百元 只要许希不想歪心思 会在这个城市过得不错 其实我们公司是有员工宿舍的 但许希的情况 明显不适合和他人同住 所以住宿补贴 也是我给她特批的 一时间又留言四起 大家都说 我是不是对这个新员工有益的 许希杀人是不假 但她不是那种 战于钻营的心机女孩 几次三番 在我办公室门口徘徊 见到我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 我知道她是想歇我 只好主动接过话头 态度冷淡地说了些 冠冕堂皇的客套话 让她好好工作 别多想就打发了人 因着过去的勤奋 我已经做到人之意尽 第一个来公司 最晚离开 她负责的客户满意度 是最高的 达到了零投诉 不仅出色完成份内工作 她还在自学绘图 她说她不想吃青春饭 她想学技术 未雨绸缪 她的自强自立 吸引了不少 透过办公室的百叶窗 我看到总有一群男员工 围在她的工位旁边 要帮她做这做那的 连不是同一个部门的 业务部主管 都来找过她几次 我愤怒地抡起拳头 砸向墙面 我早该想到的 许希外表像朵小百花 性格却兼任挺拔 如果不是了解 她凶残的本性 没有男人能抗拒得了她 就像过去的我 我黑着脸叫来人事主管 当场添加了条 企业管理制度 任何人不得在 他人工位附近逗留 做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 毁者罚款五百一次 再散的 开除处理 别误会 我可不是出于嫉妒 我是在保护我们公司的男员工 他们不知情 和许希走这么近 万一哪里激怒她了 惹上杀身之祸怎么办 可惜我的苦心 并不能阻挡 血气方刚小伙子们的热情 没几天 我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 说许希和公司 多名小伙子关系暧昧 影响公司形象 信上还附上照片为证 是许希和几个小伙子 在办公室用餐的照片 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却看得我火冒三丈 我临时推掉和客户的午餐 气愤的返回公司 果然看到他们一窝蜂的 聚在许希工位上 许希 尝尝我妈做的红烧肉 可香了 许希 我给你打了糖醋排骨 你太瘦了 要多吃点 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 冷冷道 许希 给我进来 许希刚带上门 我就劈头盖脸的一阵输出 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 公司没给你饭补吗 不喜欢食堂的饭菜也OK 饭补足够你去街边快餐店 你天天带两个馒头 就着水吃室做给谁看 还是说 你很享受这种 被男同事重心讨约追求的快点 我招你来是工作的 一连串的质问把许希砸懵了 她瞪大了眼睛 满是不可思议 却在我后处离开这两个字时 明显哆嗦了一下 不 不是这样的 不带她解释 我就把那封举报信扔给她 你自己看看 许希看到信上的内容 脸刷得一下全白了 眼眶中蓄满了泪水 见她这么难过 我心里也堵得慌 穿过来这段时间 我是矛盾的 一方面告诫自己 她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巴不得她离开公司才好 一方面又对她抱有别样的感情 无法对她不闻不问 我经常站在窗边看她 一看就是老半天 扪心自问 那真的只是为了监视她吗 我抽了张纸巾递给她 刚想厚着脸皮 说两句劝慰的话 许希却捂住脸冲了出去 我本能够要追上去 想了想 上辈子被她残忍杀害的人 还是停下了步伐 那个下午 我无心工作 一直望着窗口发呆 林总 林总 秘书在一旁换我 有件事 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在秘书口中 许希是个很善良的女孩子 二十多岁的女孩 谁不爱漂亮 谁没有虚荣心 许希虽无父无母 但靠着工资和补贴日子也过得去 她却坚持下班后摆摊 吃最差的 用最差的 住地下室 把钱省下来 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 还定期给孤儿院做义工 这些许希从不跟别人说 前段时间 有位许希资助的机构 来公司送锦旗 大伙才知道 许希求大家 不要说出去 同事们对许希的关照 完全是心疼她 想这个可怜的女孩 能过得好一些 跟男女之情无关 秘书的叙叙叨叨说了一大堆 让我大为震撼 许希 她不是杀人魔吗 做这些是为了赎罪 让心里好过点 见我呆荡在原地 秘书自以为猜中了我的心事 跟我打起去来 林总现在幼儿园 小男生哄女孩子开心 都知道要给帮帮讨 你这么凶人家 真的没事成了 公司里对许希 有好感的小伙子很多 林总你要加油了 我突然觉得脑子很乱 许希到底是怎么一个人的 上辈子和这辈子 我都看不懂她 我向外走去 现在我迫切想要见到她 虽然我也不知道 见到她该说什么 许希不在公位上 追出来的秘书 笑得一脸暧昧 嗨嗨嗨 现在知道着急了吧 许希被赵主管叫出去了 我瞳孔咒嗦 赵主管 正是许希上辈子 杀死的那个业务部主管 我把车开得飞快 根本不知道 闯了多少个红灯 许希和赵主管的手机 多关了机 我想不通 他们为什么还会有交集 明明我已经把许希 调离了原来的岗位 我不做得告诉自己 他们只是普通同事关系 现在不在一个部门 根本不可能产生矛盾 许希不会再做出出格的事 电话不接 可能是没电了 潜意识里又告诉我 不要去 我很可能会被拉进 一个看不见的深渊 可那是许希 我怪过 恨过 还是无法割舍的许希 赵主管 位于城郊的别墅大门 虚掩着 推开门 就看见散落满地的衣物 要是平时我一定会笑 这赵主管 也太猴急了吧 可现在我笑不出来 额头清净暴起 因为 我看到了许希下午 穿的那件工装外套 正躺在冰冷冷的地板上 不会的 许希不是随便的女生 她不可能这么做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 顺着走到快步往前 突然楼上某个房间 传来了男人的惨叫 放过我 求求你放过我 我三步并坐两步 冲了进去 里面的情景 让我激进崩溃 赵主管正赤身裸体 被几根铁链死死拴在床上 紧着那衣的许希服 趴在她身上 看不清表情 床边还散落着各种小工具 加上那昏黄的光线 让人乍一看觉得 他们在玩什么情趣小游戏 如果没有赵主管惊恐的尖叫 和许希那抵住赵主管腹部的尖刀 还有墙脚边叠叠乐般 堆着的几具男性尸体的话 赵主管见我突然闯入 如萌大射 林总 救救我 叫喊声 把我拉回了现实 我吞了吞口水 尝试着跟许希讲道理 许希还年轻还有未来 别做傻事 有什么可以好好说 未来 许希突然抬起头 嘴角轻轻勾起环射四周一圈 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事 可是我早就被他们毁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 这个房间的墙壁上 贴满了许希的照片 上面的许希明显比现在税嫩许多 脸上还有着婴儿肥 脆弱 无助 惊惧到麻木 无意不是她正受摧残的照片 对不起 我也想做个好人的 许希流着泪 对我凄惨一笑 那表情像急了上辈子赴死的时候 意识到她想做什么的 我目自欲练 不要 下一秒她一刀 割断了赵主管的喉咙 并迅速将刀捅入自己的腹部 煞事间血流如注 红色的液体从伤口喷射 目之所及 满是行物 我疯了一般的扑过去 抱住浑身绵软的许希 她用最后的力气握住我的手 对不起 零 零 辜负了你的好心 我是真的想好好工作的 脸上湿湿的 分不清是血还是泪 我痛不欲生的嘶吼 许希 她再一次离开了我 这一次 她死在了我的怀中 而警方的调查结果公告显示 这是一起非典行性仇杀案件 事情的复杂 超出常人的想象 几年前许希被邻居给介绍工作 诱骗到赵主管家 当做奴隶剥削 赵主管经常互捧引伴 叫来一群人欺辱许希 后被许希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 偏偏到我们公司上班后 又遇上了贼心不死的赵主管 赵主管竟然威胁许希顺从自己 否则就把她的照片 发给公司领导 搞臭她的名声 让她丢掉工作 许希换工作也没用 因为照片在她手里 被逼急了的许希 选择和赵主管一伙 同归于尽 原来 她吃了那么多苦 她的每天都在承受煎熬 我却只想撇清干系 如果我能早点察觉拉她一把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又开始失眠 无奈只得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林先生请闭上眼睛 你的小腿已经很放松 你的大腿也开始放松 配合着穴位压暗 我的思绪开始放松 恍惚中 无数个大大小小的许希 站在白雾后 向我伸出手 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突然他们的身体像被割裂一般 冒出无数个口子 鲜血直流 情急之下 我随便抓了一个 许希别怕 我来救你了 等我再睁开眼睛 已经是现在 这副十几岁的少年了 脸上还带着婴儿肥 穿着一身傻里傻气的蓝色校服 好在漆飞发亮的眼眸 加上高铁的力量 看起来还在帅气 我估摸着 我应该是穿回了十年前 我的高中时代 许希跟我同龄 现在应该也在念高中吧 还没有被坏人诱骗误入歧途 一切都来得紧 心情大好的 我颠了颠手上的篮球 望着破败的小广场 和杂草丛上的小花坛 打算先回家 落过一条小巷子 里面传来了 阵阵嬉笑声 昏暗的路灯下 一个流里流气的女孩 正推散着另一个明显 挨出他一劫的瘦小的女孩 嘴里不甘不敬 好你个小叫花子 方哥不是让你放学别走 你还敢跑 胆子挺肥啊 我把方哥 他们喊来非把你衣服扒了 扔臭水沟去不可 别 别叫人 我给你钱 瘦小的女孩一边祈求 一边哆嗦着手伸进口袋里翻长着 一来就给我赶上坏孩子 搞敲诈霸凌 这还得了 我毫不犹豫的一步跨出 住手 俩女孩见我结实一愣 高个子女孩绷直了身子 结结巴巴的问 你 你干嘛 是的 高中时代的我身高181 在寻常同学里也算高的 加上长期锻炼 体格更是健壮 在这黑灯瞎火的小巷子里面 对两个女孩颇具震慑 我装模作样的挥了回拳头 刻意压低嗓子道 不想挨揍 就赶紧滚 那不良少女 不带我说第二遍 扭头就跑了 瘦小的女孩 捶着头攥紧拳头 一动一不动 她穿着洗的泛白的校服 袖口处 还有一大块明显的骨钉 短发披散在脸上 有点乱 一看就是那种家境不好 但老是本分的孩子 是把我当混混下傻了 我摸了摸鼻子 努力扯出一抹这个年纪 应有的微笑 向她走近 嗨 小妹妹我不是坏人 天不早了 要不我送你回家吧 再离她还有一步的距离 女孩突然抬起头 面无表情的盯着我 那双冰冷的毛子 身不见面 像是一潭死水 没有丝毫光弹 我猛的一个机灵 好面熟的一张脸 小一号的许席 卧槽 我们果然有缘 这样就又遇上了 突然我被她猛的撞开 多管闲事 然后一溜烟窜出了巷子 就这月色 我看到她手里寒光一闪 那是一把磨得锋利的小刀 那把刀是用来干什么的 刚刚要是我补出手 会发生什么 已经不言而喻 在我看来 那不良少女 肯定不是第一次找许席麻烦 小孩子间打的闹闹也是有的 可动刀子 是不是就太过了 也许许席就像别人说的 我已经后悔过一次了 这次我绝对不会放手 还没有到那一步 一切都来得及不是吗 我不要想起了 梦中的小许希 满身是险向我求救 还有那句 我也想做个好人 没有人生来就会犯罪 总归是有什么诱因的 这次我要帮她解决校园霸凌 要把诱骗她的人送进监狱 把所有罪恶 扼杀在摇篮中 还要给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 对22岁就掌控起 上万人公司的我来说 最不缺的就是行动力 第二天快傍晚的时候 我在贵子山某处山峰上 找到了许希和另一个男生 此刻他们正背对着我 男生颤颤巍巍 站在那几乎90度垂直坡度的崖边张望 真的在这里 你要是敢骗我 就死定了 那里没有护栏 她的身前便是万丈深渊 若是一个不小心 就是尸骨无存 身后的许希笑嘻嘻地稍稍凑近 甜美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说不清到不明的蛊惑 我哪敢偏方哥你啊 就在那 你再往前点就看到了 说着她缓缓伸出双手 就在她要触碰到男生肩膀的一刹那 我突然一言不发 走过去拖着许希就走 我力气很大 走出好远 许希才气急败坏地甩开我 你谁啊 你是不是有兵 你知不知道 我好不容易猜 可能是实在太气愤 许希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她的真实目的 不过她自控力很强 把后面更关键的内容验了下去 还狠狠更了我 我饶有欣慰地看着她 好不容易干嘛 怎么不说了 让我猜猜看啊 在春游时候 大家都在山脚下的林子野滩 你好不容易把一只霸凌你的同学 骗来这个鸟不拉屎的地儿 只需那么轻轻一推她 就会摔得四分五裂 人不比鬼不小 许希的脸色陡然沉了下来 我不懂 你那胡说就什么 我笑笑 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清楚 许希不再理我 扭头就走 我朝着她的背影大喊 许希我可以帮你 教训伤害自己的人 有很多种方法 而你用的是最差的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已经走出很远的许希顿了顿 还是跑开了 无所谓 我们来日方长 这次 我一定会把你带上正道 再找到许希 是在她所在的岭南五中老家属楼 五中再见了新职工宿舍后 这里就搬空了 平时根本没人来 这会儿 只有二楼的一间屋子亮了灯 昏暗的光线下 矮小干瘦的老校长 正表情严肃训斥着许希 学校看你是孤儿 免出了你的学杂费 住宿费 你应当感恩 更加努力学习才对 可你门门不及格就算了 还偷东西 许希 你这样的话 学校可留不得你了呀 许希低着头 垂下的头发 盖住了大半张脸 看不清神色 也不说话 对你这样的孩子来说 学习可是唯一的出入 你不能犯糊涂 这么说着 老校长突然一把握住许希的手 把她往怀里拉 许希你晓得我一直联系你了 我愿意给你机会 要不是我排除万难 给你申请出学金 你这个学根本上不成 老校长浑浊的眼中 闪过一丝热气 他没注意到 他怀里乖顺的许希 一只手已经悄悄摸上了桌子 握住水果刀 就在那千军一发之时 我带着民警一脚踹破 大门冲了几句 老校长被几个民警 笨住还不老实 耿着脖子喊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我再和学生谈戏 一个瘦高个民警 比一个看了他一眼 晃了晃手机 利用助学金威胁学生 也推不了脸了吧 全拍下来了 有什么话去法庭上说吧 带走 民警们将老校长扭送上警车 许希傻愣愣地看着 此时不敢相信 一直在他面前 作威作福的老校长 这么轻松就给解决了 我手掌在许希眼前虚晃了一下 笑眯眯道 回神了 我说了 可以帮你吧 不用那么极端的方式 把自己搭进去对不对 回应我的是 许希将我推开 一路奔跑 消失在月色中 我不以为意地笑笑 这小许希防备心还真重啊 我开始频繁出现在许希的生活中 许希是助校生 我就三天两头 往他们五中跑 有次刚好撞上有几个坏孩子 把许希关在洗手间 整桶的托把水淋他身上 冻得他直发动 我上去赏了坏孩子 每人一个大笔兜 又摁住那几人 让许希当场再洗了字托把 把污水全浇他们身上 我告诉他 这叫今日是今日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事别憋着 憋到最后 忍无可忍 心里出了问题 那就真是出大事了 许希班上 我也去发了疯 那些坏孩子 听说我是找许希的 就拍桌子打腿 又笑又闹 指着许希叫他 小偷 拉几妹 叫花子 全是乌言慧语 没一句好话 那些话 连我一个心智成熟的 大男人都受不了 别说是正处于 青春期的女孩了 许希就那么神情 淡漠地站起来瞧着我 好像在说 我看 你能翻出什么花样 我当然没让他失望 我飞起一脚踹倒 那个离我最近 指着许希闹的男生 他就是上次 差点被许希推下悬崖的方哥 还在布置死活 那就拿他杀鸡儆猴 我抱起出手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方哥一个没站稳 单膝跪在地上 他疼得抽了口气 卧槽你干什么呀 教室里别的同学 也反应过来 盲帮枪 你谁啊 跑我们班打人 对啊 怎么打人啊 我双手抱毙 做出一副痞子样的 我哼道 看你不顺眼就打了 怎么 不服气的 尽管上来 老子教你做人 说着 我凭空打出几招 专业的拳击棋手势 教室里的众人面面相去 在我的强势震慑下 竟没人再敢说话 连方哥都咬着牙 爬起来退后 听着 以后再有谁敢欺负许希 说着 我上前两步 一脚把掌桌踢了个大洞 我灵验饶不了他 都听到没 什么 听不到 都特么给老子大点声 到底是小孩子 被我一下屁不敢放一个 都低着头说 听到了 我满意地点点头 临走时候 我还当着大家面 告诉许希 以后许希就是我照着的 谁敢再找他麻烦 我来削他 没几天 他们年纪都知道 许希有了个不好惹的哥哥 有次正好撞上许希的班主任 那是个极为傲慢势力的老阿姨 跟我说话 自始至终都拿鼻孔瞧我 他非要托我去教务处 处理我踢坏桌子的事 正好 我还要找他呢 许希一直被同学们欺负 要说他完全不知情 根本没可能 因为许希穷 穿得差 成绩也不好 他就默许了那些坏孩子的行为 真是不要命了 他知不知道 许希未来的分工伪计上 也有他意 到了教务处 我当着主任的面 质问他班里同学侮辱许希 他作为班主任 为什么不制止 斥责他 不能公平对待每个学生 没有师德 无配为人师 我要拉他去教育局平平理 我说得有理有据 一针见血 逼得许希班主任 站不住腰 在我的坚持下 这老阿姨 最终给许希道了歉 你 你怎么这么厉害 许希眨巴着眼 小心翼翼地问我 许希对我的态度 从一开始的谨慎防备 到接纳信任 他的情绪也肉眼可见的变好 不再是初见时 那死气沉沉的模样 现在的他会笑会闹 整个人鲜活了许多 我不以为一个白白手 这算什么 跨国谈判 我都没输过 许希笑眯了眼 他一定是以为我在吹牛 那一刻 他眼里有光 林燕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千言万语无从说起 我揉揉许希希的脑袋 许希 好好学习 跟我一起念大学 然后 继续我们上辈子 未完成的婚礼 期末考试的最后一门考试结束 我去五中找许希 我们约定好 如果他能进入班级 前十名我就请他吃披萨 这段时间 我常抽空给他补习 我发现 其实许希的初中段基础 是挺不错的 到高中开始 突然下滑的厉害 我觉得 应该是之前被同学欺负 老师末世 导致无心学习 我不按照老师的进度 给他从头讲起 许希聪明又努力 学得很快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嗯 就算考不到前十 前十五也不是不行 正想着一个勾搂着背的大叔 叫住了我 林 林同学吗 我差一个看着他 我确定自己不认识这个人 我是许希的父亲 你对他的照顾 他都跟我说了 太感谢你了 大叔笑得有些拘谨 想跟我握手 看了看手上的灰尘 又缩了回去 一副老实张家汉的形象 入目三分 可我从没听说过 许希有家人 察觉到我审视的目光 大叔叹了口气 家里日子不好过啊 林同学咱们往那边走走 我跟你说说 许希小时候的事 我确实想知道许希的过往 便随大叔往一个小巷走去 在大叔口里 许希是因为闲家里穷 就偷了钱出走的 这明显与我认识的许希不相符 正想提出疑问 哼的一声 我后脑一阵剧烈疼痛 栽倒在地上 一时模糊间 听到几名男子 飞飞笑着 绑了林家的独生子 这下发财了 许希的小贱种 总算还有点用 再次清醒过来 几个男人正给我爸妈打电话 勒索钱财 三千万 换你儿子一条命 你们放心 我就是求财 拿到钱立马放人 得到我爸妈肯定的答复后 自称是许希爸爸的大叔 得意的捏了把许希的脸 还是我乖闺女厉害 白天给我转人头 晚上 许希没有一点抗拒 一群男人哈哈大笑 他们明显都是一伙的 我闭了闭眼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 他以为自己 能拯救一个变态杀人魔 现在连自己都要搭在这 他们不会让我活着回去 因为这几人在我面前 从未遮盖过自己的脸 到了晚上 他特别平静 吃吧 吃完了好上路 吃吃吃 吃什么吃 我肺都要气炸了 那种全心全意对一个人付出 却被背叛的痛苦轻时重 我一脚踢翻了饭碗 恨恨道 我恨你 许希也不恼 他力索的把饭菜扫进垃圾桶 甚至还冲我笑了一下 你最好是一辈子恨我 他不再看我一眼 反而与那群绑匪 又吃又喝 我那个气啊 那时我还不知道 这是许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民警们把我解救了出来的时候 告诉我是许希报的警 许希在饭菜中下了毕马毒素 他和整个犯罪团伙 全部毙命 后来许希的身世被披露 他五岁那年被卖 受尽屈辱和折磨 中途逃出去几年 被孤儿院收留 开始读书 可因为我被抓 他又回到了犯罪团伙 期末考试的成绩出来的那天 我收到了许希早寄出给我的信 我曾期盼有个人踏着五彩祥云来拯救我 现在他真的来了 谢谢你灵雁 我也想重新开始 跟你一起上大学 可我没有机会了 要是还有来生 我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姑娘 在遇上你 该有多好 许希名列班级第六 可他再也看不到了 这次他为了救我而死 还把社会毒瘤一网打尽 他怎么不是个好姑娘呢 门心自问 如果是我经历了这些伤害 我可能只会更坏 我哭得肝胆剧烈 头头一阵心田 视线开始模糊 大大小小的许希 围着我绕圈 越转越快 快到我看不清他们那样子 我在心底呐喊 老天爷呀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把我送到未曾受过伤的 小许希身边 让我顾她周全可好 我深吸一口气 缓缓伸出手 一只小手拉住我的那一刻 我仿佛被扯到了 另一个空间 小燕想去哪里玩 三亚还是云南 香港也不错 正好再去迪士尼转转 面上少了不少皱纹 年轻版的爸妈 正搂着我和我商量 暑期旅行安排 嗯 我记得五岁那年的暑假 这几个地方 爸妈都带我去了 只因为我选择的都要 而五岁的小许希 被亲生父母卖掉 因为那年 他们终于生出了儿子 从此开始了 她狂难的人生 太好了 总算来得见 我看了看自己 肉乎乎白白胖胖的 短手短腿 大喜过望 高声喊道 我要去赣州 长平县小州庄 两天后 我们一家人 带着两个助理 放了这个落后的小村庄 我爸看着破败的村落 觉得不可思议 咱们为啥要来这里 这有什么玩意 我妈白了她一眼 还不都是 你惯孩子 她一哭 啥都听她的 然而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 爸妈带我来到了集市上 其实没啥好看的 但我表现得兴致勃勃 东张张西看看 快到傍晚的时候 一对带孩子的夫妻 引起了我的注意 四五岁的小女孩 哭喊着抱着女人的腿 求求你们别丢下我 我什么能干 我可以带弟弟 我可以洗碗煮饭 哭声引来了旁人侧目 男人恶狠狠 踢了小女孩一脚 滚远点 我让你跟叔走你就走 不听话 小心我打死你 一旁的另一小瓶头男子 赶忙上前去扶小女孩 哎呀 你爸妈有事 让我带你歇日子 你可要听叔叔话 在这穷困的小村庄 谁家没点难事 见是孩子父母和叔叔 周围的人都不再关注 各忙各的去了 小女孩被爸爸踢倒在地上 夏天本就穿的少 膝盖滑破了一大块流着血 却还是拼命挣扎 不让小瓶头接近 你不是我叔叔 你是人犯的 救命 小瓶头面色一变 赶紧捂住小女孩的嘴巴 拖着他就要走 小女孩如何是成年男人的对手 就在这时 我冲了过去 抱住小瓶头的手 就阿乌一口死死咬住 啊 小瓶头 痴痛松开小女孩 气急败坏 伸手就抓住我 你个小吃佬 看老子不打死你 小瓶头刚要揍我 我爸妈已经火急火燎的赶过来了 哎哎哎 怎么能打孩子呢 小女孩的父母 也怕事情闹大 招呼小瓶头 别跟我计较 赶紧把孩子带走 很可惜 我数次穿越时空 就是为了今天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如愿 我赶紧挡在女孩面前 又哭又闹 快报警 别让他们跑了 他们是人犯的 那小瓶头是个急性子 见我喊得那么大声 又被我回裙头 不长眼的东西 我爸妈还在呢 果然 我那护短的爸妈来了火 拽住他理论 这时 助理已经带着民警赶来了 这下一个都别想懂 带到派出所 自称是女孩叔叔的小瓶头 连小女孩基本信息都说不出来 小女孩的爸妈 更是在民警面前结结巴巴 神色紧张 瞒不过去了 民警顺藤摸瓜 查出小瓶头是惯犯 背后 还有个犯罪团伙 这一下一网打尽 爸妈直夸我能干 做了好事 我赶紧趁热打铁 把正在派出所撒泼的小女孩 一家指给我爸妈看 爸妈 你们不是一直还想要的女儿吗 咱们收养她吧 是的 那小女孩的爸妈 刚刚死活说养不起了 带回去 他们也养不活 谁爱养谁养 民警正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大人们还在商量 领养费用的问题 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拉住小女孩的手 我叫林念 我们一家都会对你很好很好的 我保证 你 你愿意跟我们一起生活吗 小女孩歪着脑袋眨眨眼睛 我叫许希 我很愿意 命运在此刻重新被改写 我相信 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 许希视角翻外 我是被一巴掌煽醒的 混账东西 还不跟我们去集市 男人凶神恶煞的朝我咆哮 看我呆愣的不动 又要动手 嗨当家的 别打了 脸打坏了 卖不到钱了 一旁的女人 一边急声提醒 一边哄着怀里的男孩 小宝乖 等爸妈把那死丫头卖了 给你半满月酒 给你买新衣 我揉了揉眼睛 眼前的是我爸妈 亲手把我卖掉 开启我苦难人生的爸妈 怎么会 我的复仇路上 第一个解决的 就是他妈 还有我不是已经被警方枪毙了吗 我还记得林彦震惊又失望的目光 想到这世上唯一眷念的人 我心底猛被一阵抽筒 这一通清楚地提醒我 我还活着 再看看现在的小手小脚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重生了 我有点想象 重生成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娃娃 再重复一遍那些痛不欲生的苦 这样的重生 有何意义 不如早点死了干净 拐子 要强行带我走的时候 我捏紧了口袋中的家主头 心中冷笑 那就一起上路吧 那个小男孩却冲了过来 把我牢牢挡在身后 许希别怕 我来了 是缩小版的林彦 他来救我了 再我还没有走上犯罪道路 犯下不可饶恕的罪事 来救我了 一切还来得及是不是 他还求他的爸妈 领我回去一起生活 我舍不得死了 我努力学习 何善待人 我不爱山珍美味 不爱穿名牌 独独热心于公益事业 还创立了守护寿报 妇女儿童项目 我凭着上辈子的记忆 向警方提供了一些情报 把多名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这辈子 我想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做人了 林彦 我会为了你去爱这个世界 去努力做一个好人 你可不可以一直留在我身边 全文完